嗨,大家好,我是娜娜匠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家乡口无尽神明世界 发生了离奇的故事 千语千询 千询带着和同学离别的不舍 与父母搬到乡下生活 第一次来到乡下的他们 迷路来到了一个隧道面前 千询带着恐惧和爸爸走进隧道 通过隧道走进了一个神明世界 千询的爸爸妈妈看到满街都是美食 喊了几声,发现没有人 就像老板来了再给千 于是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 千询催着爸爸妈妈赶快离开 爸爸妈妈根本就不理会千询 千询独自来到桥上 一个男孩告诉千询 天黑之前离开这里 但是已经晚了 天色暗下来了 女孩去找爸爸妈妈的时候 爸爸妈妈已经变成两只猪了 千询的身体也渐渐变得透明 触不到东西 男孩给千询吃了一个药丸 千询的身体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原来这个男孩叫白龙 这里的人都叫他白先生 白先生让千询去找过路爷爷 留在他那里工作 如果在这里不工作 就会变成汤婆婆的猎物 因为过路爷爷这边人手够了 就叫小林带千询去找汤婆婆 千询到汤婆婆那儿一直说 要在这里工作 吵醒了汤婆婆体型巨大的儿子 大宝贝 大宝贝哭闹不止 汤婆婆处于无奈 签下了千询 小林告诉千询 白先生是汤婆婆的手下 经常帮汤婆婆干坏事 千询不相信 白先生告诉千询 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名字 汤婆婆就是靠剥夺别人真名 控制他们的 自己就是因为忘记了原本的名字 现在回不去了 晚上千询在门口看见一个无脸男 千询流门让无脸怪进了避雨 从此无脸男对千询产生了好感 汤屋来了一个腐烂神 汤婆婆让千询照顾他 千询发现他身上有一根刺 大家一起拔出了腐烂神身上的刺 腐烂神体内的东西全都出来了 原来他是河神 河神给了千询一个药丸 还给汤婆婆留下了金子 就离开了 无脸男发现原来大家都喜欢金子 就变出了很多金子 在店里大吃大喝 一天千询看到有一群纸片人追杀白龙 白龙受了重伤 站往汤婆婆的住处飞去 千询就跑去汤婆婆那里找白龙 路上他碰到了无脸男 无脸男给了千询很多金子 千询没药就继续去找白龙 无脸男很生气 千询跑到汤婆婆那里 头听到汤婆婆说要杀掉白龙 藏起来的千询被大宝贝发现了 大宝贝让千询留下来陪自己玩 千询拒绝了 原来那纸片人是汤婆婆的姐姐 钱婆婆 她把大宝贝变成一只老鼠 把汤婆婆的仆人变成一只蚊子 还把汤婆婆身边的三个大两怪 变成了大宝贝 因为汤婆婆让白龙取投钱婆婆的印章 所以钱婆婆要追杀白龙 白龙打死了纸片 钱婆婆消失了 白龙和千询顺着地窖 掉到了锅龙爷爷那里 千询给白龙吃了半颗和珊药丸 白龙吐出印章 变回白先生 千询打算把印章还给钱婆婆 求他救救白先生 锅龙爷爷告诉千询 钱婆婆的地址 还给了他一张电车票 这时小林过来跟千询说 那个无恋男正在汤屋里发飙 千询给无恋男吃了剩下的半个和珊药丸 无恋男狂吐不止 千询带着无恋男 还有老鼠和丸子 上了电车就找钱婆婆 电车上有很多人 不过他们穿着上个世纪的衣服 选生犯黑 一顿不动 白先生醒来 得知千询去找钱婆婆了 他担心汤婆婆会杀了千询的父母 就去找汤婆婆 汤婆婆这才发现 大宝贝被调包了 白先生和汤婆婆约定 帮他找到大宝贝 就放了千询一家人 千询找到钱婆婆 白银张还给了他 还向他道歉 钱婆婆让老鼠和丸子给他仿杀 他给千询支了一个带有魔法的头神 这时白龙已经在门外来接千询他们 钱婆婆原谅了白龙 让无恋男留下来当自己的助手 白龙带着千询他们 废在空中 因为头神的魔法起了作用 千询想起 依早和白龙就认识 因为自己小时候 失足掉进水里 是白龙救了他 他告诉白龙 那条河叫琥珀川 他的名字叫 镇早见 琥珀珠 白龙变回了白先生 他们来到汤婆婆的面前 此时的大宝贝已经变得很强壮了 汤婆婆让千询在群猪里面找出自己的爸妈 千询说这里没有他的爸爸妈妈 荷叶书消失 离别时白先生告诉千询 不会就当汤婆婆的手下 自己会回到现实的世界 以后一定会再见面的 千询的爸爸妈妈已经在随道门口等着他了 爸爸妈妈对自己变成猪的事情并不知道 反而对车上的落叶感到很好奇 千询望着黑黑的隧道 知道这不是梦 因为头上的头神是很好的证明 妖魔鬼怪的世界里 原来有坏人和好人 也会被美丽的事物吸引 不要因为环境而改变自己最初的哪颗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都在二全的世界里 每天为你守候